Hello 大家好 澳門經濟這兩三年來飽受疫情衝擊 6月份這波疫情更令澳門經濟陷入休克 停止狀態 每個老闆拉閘放狗零收入 有支出但沒有現金流入 我們的博企之一永利澳門每天虧100萬美元 7月份好金 會員都是中小企澳門供應商聯合會 向政府提建議 放心,不是派3000元給外勞 他們建議政府推出減租免稅計劃 提供舖租補貼及工資補貼 希望協助企業能生存減輕經營者的壓力 會長葉兆文說 希望鼓勵業主減租政府 以及政府給予中小微企三個月五成的舖租補貼 以及希望政府資助企業所有在澳門僱員 三個月的最低工資 即是6656元 由企業向員工發放 以及推出貼式加案措施 甚麼呢? 希望能解決企業運營資金緊張問題 針對將固定資產在銀行重複按揭多次 已經太無可貸的中小企 希望金管局能與銀行業界協商 對有物業的中小企提供按揭貸款 取消物業按揭乘數限制 由政府擔保允許中小企 將物業加按10至30% 並且給予兩年利息補貼 以及增加汽車、機械設備等 可以進行抵押的機械加按 各位網民不要激動那盛 聽我說了 建議的東西可以聽不聽 特首都說了 葉紹文說 在現有的企業銀行貸款特別利息補貼計劃中 希望保持每年補貼率上限為4厘的前提下 建議政府對合資格企業發放貸款上限 提升為1,000萬澳門元的利息補貼 以及有關中小企業援助計劃 以疫情期間可以免息和免還住 並且最大限度 減免各項稅費和公共事業機構的費用 加大公共事業機構 例如自來水、電力、電訊等優惠的力度 至於有關第一個百億經援 文哥都很感恩 說面對中小企援助佔較大的比率 值得肯定 但他說每個企業 因應規模大與小經營成本不一 但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 若以政府計算方式去界定資助額 並不能對企業經營起到實質的扶持 因此文哥就說 在第二個百億經援的時候 認為政府除了推出為及民生的資助之外 亦可以考慮 是考慮 擴大面向企業中小微企的援助範圍 這是他們的建議 供應商聯合會 只是建議 大家不要這麼激動 政府就看看他如何考慮 看看超不超過預算 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給截圖二維碼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Bye